你好 歡迎收看影響世界 我是黃蕙玲 漫才團體.com.com有新作品 而且漫才女演員哈利 這次也會參與演出 我們今天特別邀請了三位 影響世界的好朋友 來聊聊這個新作品 阿達你好 蕙玲你好 哈利你好 蕙玲你好 康康你好 蕙玲你好 非常期待你們這次的新作品 我都自己不好意思講 這個作品的名稱 可以請三位來 幫我們介紹一下嗎 一二三政績孝智丸 為什麼你沒有講 我也不好意思講 你是一種身份出席 什麼矜持 為什麼你坐在我們兩個中間 然後不願意配合 製作人嗎 不敢 為什麼叫政績孝智丸 政績孝智丸的原因是 因為我們覺得說 今年啦 社會氣氛啦 大家好像生活壓力有點大 然後火氣有點大 你覺得是有一點而已嗎 嗯 跟過去比起來 慢慢的的確是有一點啦 因為越來越嚴重了 對 那今年特別嚴重 所以我們想說 呃 用孝 讓大家把火氣消一下 哦 避免大家會長痔瘡 所以才叫政績孝智丸 所以裡面安排了什麼橋段 讓大家很開心 哦 裡面有一直以來 我們有做的慢財 然後這次我們新增了一組 就是哈利跟薇薇 以及我們 對 我們之前合作過的一組團體 叫瑪丹娜 然後以及我們達康本身 然後另外呢 就是我們有準備一些現場 會有跟觀眾互動的節目 嗯 對 像我們以前一直做大洗地啊 這種遊戲 對 大洗地 大洗地 大洗地感覺是 大洗地感覺是 休閒度下 那個感覺比較舒壓 真的 我們把名字改成大洗地好了 等一下 還蠻合的啊 哦 那個遊戲其實很單純 對 就他在日本的那種 搞笑的劇場裡面 常會玩這個遊戲 就他的遊戲本身就是 主持人問一個問題 然後與會來賓呢 就會急息的回答 然後回答 只要那個有趣的答案 答案是有趣的話呢 就會得一分 嗯 然後我們這得分的方式呢 是採用 就是問現場觀眾朋友說 你們喜歡這答案 覺得好笑嗎 喜歡的話呢 就舉手 或回動你們手上的東西 現場大考驗 是是是 然後讓觀眾來看 你們到底好不好笑 沒錯 這橋段真的還蠻殘忍的耶 殘忍 就是不好笑的話 立刻在台上 真的是很 羞辱啊 對 其實有時候好笑 但大家也不會給分 哈哈哈哈 你自己這樣覺得嗎 哈哈哈哈 但你卻有大家笑啊 哈哈哈哈哈哈 然後都不給分 請問有誰喜歡這答案的時候 哈哈哈哈 也不懂為什麼啦 對 因為其實 觀眾心難測啦 答案出來不好笑 大家還是要 讓他變好笑 對 就是一種合作的氣氛啦 可不可以舉一個例子 請出題子 譬如說舉一個 對啊 請問 馬來模 與駱駝交配之後會生下什麼樣的東西呢 請回答 馬來模跟駱駝 會被淘汰 好難 等一下 好難 因為他想那兩個形象 答案 答案 請說 犀牛 為什麼是犀牛 是混色的原因嗎 完全變另外一種 另外一種種類出來 基因完全就突變就對了 對 你無法拿捏說 它到底會變成什麼 它就變成犀牛 好了 是犀牛是不是 對 請問會你喜歡犀牛這個答案嗎 喜歡 喜歡嗎 嗯 既然喜歡這個答案 但是還要再比較看看 只有兩個人可以選 這個人還在外太空 沒關係 不好就不好 你可以不用選他 所以我剛剛是你勉強 必須要選擇 才選的嗎 你知道觀眾心在這 在題好不好 這一題太有畫面了 你這個 對啊 這個是名字 太有畫面了 主持人 好 所以最後如果就是不好笑 或是最好笑 你們會怎麼跟 怎麼結束 如果好笑的話 那就沒什麼問題了 就繼續進行下去 那如果不好笑 在最後呢 那個得到分數最少的人呢 他就會受到懲罰 懲罰 對 在節目最後會受到懲罰 那懲罰當然就千奇百怪啦 所以有拿著水桶啊 在那觀眾出去的地方 半蹲收文卷的啊 然後也有 因為之前我們演出 也用過那種假的大便 嗯 還有那時候 以前不是狗狗 狗狗開刀的時候 會有帶那個防護拳 立立沙白的那個 對對對 那種大象拳 然後我們就把 夾大便放在這個 塞滿 這個裡面 真的很不舒服耶 對對對 然後他們就要這樣子 康康顯然有受過這種折磨 對啊 有有有 而且他們都還會 都還會放進來以後 我明明滾出去了 然後再丟進來 你們自己私下練習的時候 會更瘋狂嗎 更瘋狂 會 我們還有 例如說 放真的大表 沒有沒有 太恐怖了一點點吧 我們有在臉上 抹滿刮虎泡 然後跑到7-11 問店員說 請問我賣刮虎刀吧 這個時候 店員的反應是什麼 他很冷靜地說 在那裡 他大概覺得瘋子看多了 然後另一個是就是 拿著 印有自己照片的 真人 那個巡人騎士 然後跑去問路人說 請問你有看到這個人嗎 請問你 我在找這個人 你有看到這個人嗎 我覺得這比較像是 懲罰那個 便利商店的店員 還好 沒有那種時候不是說 我已經可以跟大家聊天 知道名字了 他只是常常看到我 所以他會知道是我搞怪 知道犯人是誰 就沒有那麼驚訝 對 我們這次的演出裡面 其實哈利跟 薇薇有 特別設計了一個橋段 對 可不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 我跟薇薇也是第一次合作 在漫才上 對 之前都是 我跟其他搭檔 但是現在 就是 有一站空窗型 經過這個寂寞的日子之後 我又找到了一個新的搭檔 對 然後這次我們演出橋段呢 我們的主題性 就跟性別有關 對 因為我跟薇薇看起來 其實都是 欸 好像是女生嘛 但是在男生群中 卻是一種 非常很 和諧的就可以融入 男性的組織裡面 男性的組織裡面 就是 欸 好像走去男廁所 也不會有什麼關係 就是感覺 哈利泡溫泉啊 好 然後周圍一個人泡定音室 為什麼 喔 對不起 不是要一起搭泡泡 大眾石的狀態 對 就會找到去泡羅湯 然後 所以我們兩個就會 以這個為主軸 然後去發展一個 關於討論性別的這個橋段 不過這次在那個 政績校字丸裡面的話 音樂故事就更 我們把他的格局做得更大了一點 格局 原本是說他們兩個人 只有他們兩個人在唱 然後一次大概左右 兩首歌左右 就是夾達在其中 然後這次應該有四首歌左右 因為大家也有加入 包括合音天使部隊在 然後中間還有一些情境 然後扮演 故事裡的情境 管弦約團 沒有管弦約團 太大了 大家的內心都有一個管弦約團 我們內在是這樣想的 我自己也內在想說 我們還有現代舞啊 然後還有那種前衛劇場在那裡 太多了 所以裡面 我覺得幻想的事情就免了啦 所以我通常用這樣的方式來執行 你知道嗎 我真的是不知道 辛苦你們了 我前兩天去排舞台劇 然後才有學弟跟我講說 學姊我突然覺得你好像吳君如喔 我就自己回答 對 沒有 很開心的 常任了 你也覺得很開心 沒有 我真的很欣賞吳君如 但我真的不敢當 我們上一次其實邀請過 阿達跟康康 然後我們剛剛在錄影之前 就非常認真的 很想要好好介紹哈利 就畢竟身為今天唯一的女生 然後我就很開心的看頭去說 哈利 哈利 我可不可以介紹妳是 曼財界的安心養 然後他們兩位給了我不同的答案 曼財界的呂秀蓮 真的講錯了 你好損人喔 沒有沒有 我就說就是 曼財界女性非常先鋒的一個人 就像呂秀蓮是台灣第一個就是 女性的副總統 對 那他也算是曼財女性的先鋒這樣 這樣算他有凹過去 有有有啊 我覺得超勉強的 沒有沒有 我非常認真在說這件事 我想想想 所以你覺得哈利是 是曼財界的 吳君如 我比較喜歡這個答案 我前兩天去排舞台劇 然後才有學弟跟我講說 學姊我突然覺得妳好像吳君如喔 我就自己回答了 對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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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開心的承認了 妳也覺得很開心 沒有 我真的很欣賞吳君如 但我真的不敢當 對 在曼財界其實男生比較多 女生比較少 對 是 妳覺得在他們這些男生的演出裡面 就是妳如何讓自己變得比較突出有特色 下巴嗎 這也行啊 這是一個突出有特色 突出有特色喔 妳個人有什麼 在曼財界 我覺得某種程度 在外貌上 我是支持這個 我是能夠撐起這個團隊的 是長得 等一下你們兩個這樣看我是什麼意思 我去的廁所 我去的廁所 不可以用尿噸的方式吧 我以一種 傑尼斯系的少年的感覺 加入這個團隊的感覺 對 希望能夠打出這樣子的一個 這是真的 這是真的 風潮 妳用這樣的心態在做這件事情嗎 我要拯救你們 她有超多女性粉絲的 都是說哈利好帥 是 哈利好可愛 所以喜歡她的 為什麼沒有講哈利好好笑 我都好難過 這比較少一點點 說實話 就是哈利好帥跟哈利好可愛 大家到底在幹什麼 但是貴團的經紀人 的確有這樣跟我提過 他說很多達康的演出 大家會進去買票的時候 都會先問 哈利這次有演嗎 等一下 這個聽起來是所以他們 是覺得 哈利沒有演他們就買票了 這樣 買完以後來了 好險 妳真的太壞了 好險哈利沒有演 是妳有演 她要來好不好 真的喔 對啊 妳有演代表是大場面 她有點像是隱藏人物了吧 怎麼說 因為她不是每一次都有機會跟我們合作到 但其實在過去的時候 她其實是非常常在喜劇舞台上面表演的人 然後大家也都很喜歡她 老觀眾們 只是我們後來我們兩個在做的時候 有時候她比較忙 或者是她有其他case 那我們就沒有哈利然後再做表演 但很常常我們會有三個人的短劇 或者什麼大家都很期待那種時候 因為哈利就會很亮眼 因為她就是那一個晚上最後的高潮 出場的隱藏人物的那種感覺 有點重責大哥 對 就是有一種驚喜感這樣 但大家後台大部分會在睡覺 請不要把我在後台的準備方式講出來 我那是在閉幕養神 閉幕養神 但她很辛苦 因為她通常是壓軸 所以前面的閉幕養神大概就 就要一個小時多吧 對 她好像沒有事做在後台 在打坐的時候都會發生 會進入熟睡的狀態 來我想一下哈利好的好了 這個沉默是怎麼一回事 對 你們好久要再重新一兩點之類的 沒有啦 真的很有才華 因為她是我的同學 所以我很清楚這件事情 她可以做非常多的事情 因為她最早在大學的時候 其實是修寫劇本的 對 所以後來她在做搞笑的時候 其實劇本的 不管說創作值跟速度跟量 都是很好的 對 然後到後來她也開始表演 表演了非常多人喜歡她的演出 她當然很吐槽 很多人喜歡 對 以及她演的短劇的角色 大家都非常非常愛 然後她後來又開始做一些比較 視覺設計的東西 以及文創商品的東西 那每個都很有特色 像手鍊啊 她幫我們畫的漫畫 我們的logo 形象都很棒 就是我們只是出於嫉妒 所以這樣說她 只是出於嫉妒而已啦 我承認了好不好 我感覺這一段阿達真的很認真在介紹 好好介紹 她很緊張 不好好介紹 只有剛剛那樣而已喔 沒有囉 再說沒有囉 我們今天十五分鐘的表演 我們大概講到二十五分鐘 快半小時 發現回應很好 然後我們就翻出更多笑料 新的我們也不知道的 就隨著話題漲 大家都一直跟上 那整個現場氣氛就兩三百人 就氣氛非常好 文化局的工作人員或是前台的 全部就把前台這樣 拉下來 跑進來看這樣子 我好想看 大家到底在笑什麼 我記得上一次在 台北藝術節的時候 你們的那個台北笑談 在公車上其實也都 就是大家反應非常的好 那個時候一票難求 然後再到了現場演出 跟大家距離都很接近 為什麼你們特別喜歡這件事 寂寞吧 真的 因為其實我們覺得搞笑這件事情 對我來說是很現場的東西 那其實最有趣最有趣最有趣 就是當下產生的 不管說當下是很尷尬的 或是當下就是想出很棒的店 當下氣氛其實是最棒最棒的 當然排好的演出很精緻 大家看了會很開心 不過我們現場節目有時候 大家臨時動腦想出來的東西 觀眾會是最嗨的 最有參與感 真的嗎 對對對 有時候會加入他們 所提供的一些元素 我們再去做文章的話 他們會覺得說 很有參與感 對對對 而且很有現場感 就很真實啊 搞笑這種東西最重要就是 很真實很直接 然後什麼都澄清在觀眾面前 然後盡量把所有事情 都變得有趣的感覺 所以你們應該也會 比如說固定一個段子 結果原本預計10分鐘講完 就互動到最後 Uncle加演然後被發現這樣 有曾經在高雄 我們在歌唱故事的 這種形式裡面的時候 曾經15分鐘的表演 我們大概講到25分鐘 快半小時 對 然後也就是因為現場觀眾 很有氣氛 因為我們在上 回應也很好 對 我們在站台喜劇的時候 都會這樣子 表演那時候會感覺觀眾的feedback 然後發現回應很好 然後我們就翻出更多笑料 新的我們也不知道的 就隨著話題漲 大家都一直跟上 然後整個現場氣氛就 兩三百人 氣氛非常好 那好像連外面的工作人員 就是 那種文化局的工作人員 或是前台的 全部就把鐵門這樣 拉下來 跑進來看這樣子 我好想看 大家到底在笑什麼 把鐵門拉下來 跑進來看 那個時候 我覺得跟觀眾互動 或是跟觀眾一起參與的感覺 在於一個喜劇表演的時候 它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氣氛的一種 算是某一種掌握吧 掌握一個氣氛 然後用那個氣氛 把這個現場的歡樂氣氛做得更高 那這樣的效果 對我們在那個場上面表演的人 也是會幫助我們放鬆 真的嗎 幫助很大 那是一種氣對不對 是 他們拖著你們 然後再繼續往上 想要講更多好笑的事情 跟大家互動 因為我會覺得說 觀眾接收得到你在說什麼 對 然後你可以很順暢 不斷發展下去 不斷地說下去 大家會覺得有趣 有觀眾都不笑的嗎 有 有沒有冷場的時候 有時候也是會遇到 但是有時候是觀眾的特質 對 對他們有時候可能就是 比如說第一次看了觀眾尤其 他們會 因為台灣對於劇場 畢竟是比較藝術 所以他們覺得說 進去劇場裡面就是欣賞藝術作品 不好意思這麼的 對 輕鬆 他們結束就會說 我覺得真的好好笑 剛快笑死 但你都沒有聽到笑聲 那有時候其實因為觀眾戲暗暗的嘛 對 其實你仔細看的時候 他們都是 但都沒有發出聲音 所以在台上的時候 你也感覺不到什麼聲音 你應該下次在演出之前 要announce 就是大家如果等一下笑的話 其實沒笑出聲音 對 我們有時候會這樣子announce 沒有錯 對 就是說因為這是一個輕鬆的作品 如果想笑 就大家用力的笑 有時候我們會這樣講 今年 尤其是今年 大家都過得蠻苦悶的 不然政治上或是生活上 真的很苦悶 你們會把這些笑點 放進你們的作品裡面嗎 時事一直都是我們會接觸的 這一次的作品也有某一部分切到 然後上一次台北藝術節的作品 就很大部分很多篇章都切入到了 對 像我們 我可以講三個 那個之前的三個慢材 像是有談到選舉的 對 然後也有談到那個租屋問題 我們這種租屋主 每天買房子 對 又長到很窮 然後跟人家借錢 它其實都是跟我們 生活切身的感覺相關的 會從這種感覺出發 因為從這種 很有感受的事情去做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 你可以拿哪些材料來 來梳理來翻玩這樣 因為自己跟觀眾都是活在 同一個文化環境裡 對 如果我的level不是在這個地方 我是可能住在比較好的房子裡面 或什麼 我是說 我可能就會寫出不一樣材料的笑話 其實這跟每一個族群有關 對 其實它就是真的是長在你生活在什麼地方 所以那才會有共鳴 對 可以大概舉一下例子嗎 你們之前演出過的跟時事有關 主要原因是因為知道 今年要大選 然後今年大選我想 九合一耶 對對對 然後想想選舉 怎麼講選舉不會太嚴肅 對 還是講得很好笑 然後就想那些切入點 我就想到以前還有那種民調電話 有沒有 市調民調會打來 我曾經在家裡面接到過這種電話 然後我就透過這個出發點 然後開始想說 OK 那我希望 那叫阿達參選 對 我就框阿達說 你一開始就是 其實你想參選吧 然後你是不是想參選這個市長或什麼的 沒有嘛 你沒有想要進軍成行政院長或什麼的 然後我就是狂答 他一直說沒有 然後我就一直強迫他說 我幫你設計了很多競選策略 像是 我幫你設計了很有趣的那個 競選的那個 民調電話 對 然後我就用民調電話 奇怪的民調的服務人員跟他對話 然後問他一些奇怪的問題 或者是像是 我說我幫你準備了那個 很特別的那個選舉的宣傳車 然後他說什麼 準備宣傳車 我就說就是U-Bike 就是寫U-Bike 對 我就是在前面騎 他就站在後面的貨架上面講 然後他就說 這也太危險了吧 然後我就說 對 就是要危險 危險大家才喜歡看 這樣子 對 以前都不是什麼搶救某某某 搶救前線達成 我們就直接讓它跌下來 直接搶救 然後救護車來了 上救護車邊 急救某某某這樣子 對 完全具現 真的搶救跟急救 對 對 然後最後提出政見 這樣子 所以你們會把一些生活周邊的事都演進去對不對 像是 就比較切身的可能就是 有時候沒錢吧 手頭很緊的時候 然後就會想要借錢 然後借錢這個事情其實在我們生活中有時候滿常發生的 對 然後為了就書解一下那個經濟 經濟上的困難 對 我們就會把這個東西放到斷子裡面 像是 有時候雖然說不得已啊 不過我們討厭跟人家借錢嘛 可是借錢的時候就真的很難開口 對 還錢也真的是很難開口 還錢有什麼好開口 就準備好還人家就好啦 不是啊 有時候就很難準備好 等一下等一下 你該不會是那種借錢不還的人吧 不是 我跟你講 這件事情是這個樣子 通常呢 這件事情一開始你跟人家借的時候 頭一兩次對方一定會很生氣 但後來幾次以後他們就會習慣了 煩了啦 幾次之後人家不會再借你了 喔 原來也是這種style是不是 什麼叫這種style 就比較自成一格這樣 哪裡自成一格啊 一般人都這樣好不好 而且我告訴你 要是有人跟我借錢 我一定會想辦法要老還 跟討債集團一樣 跟討債集團一樣 不一樣好不好 方法跟手段都不一樣 而且我幫自己討厭 我幫別人討 就比較自成一格這樣 什麼自成一格啦 多喜歡自成一格這句成語 可是你不覺得 跟人家 就是去找人家還錢這種事 有時候真的蠻尷尬的 我跟你講你要是擔心這種面子問題 你錢絕對討不回來 可能是我比較有羞恥心吧 拐著玩耍我沒有羞恥心 是不是啊 你沒有羞恥心不要借人家錢啊 不是嘛 有時候困難 朋友有難嘛 對不對 異性問題啊 而且你不借朋友錢 哪有高額的利息呢 你放高利貸啊你 我跟你講啊 這個他們越來越不愛還錢的 你知道嗎 越來越不怕油漆的 整天鋪人家油漆嘛 也過分啦 我去他們家幫他們重新粉刷 重新粉刷 重新粉刷 這種暗示誰知道還錢啊 我一開始的確波過一次啊 來真的波過油漆啊 結果就是他們沒有領情嘛 只一票人來我家燒了我的車這樣 等等等等 你朋友比你更像討債集團啊 對他們就討債集團啊 所以是他們是放高利貸的 放高利貸的 你對放高利貸的人放高利貸 想說朋友互相嘛 沒想到這麼神奇 找人家還錢明明就很簡單一件事情 你就跟對方說 你的經濟上也有困難 經濟上有困難 經濟上有困難 很簡單嗎 對對對 好譬如說我欠你錢練習一下 叫我還你錢 阿達不好意思啊 那個之前借你的二十塊 不過少的啊 多一點二十塊 之前借你的兩千塊 那個收購禮券 你可以幫忙 不要收購禮券啊 還錢很困難好不好 兩千塊就好 那之前借你的兩千塊 你可以方便還我了嗎 可是我最近手頭有點緊 真的啊 我最近手肘有點緊 你手頭有點緊 對啊 你腳踝會緊嗎 就是關節部分 不是啊 手頭是說你 像錢包裡面的現金那種 你看一下 我這個錢包裡面 是完全一點錢都沒有了啦 直接一點不錯 你看一下身份證 健保卡 信用卡 不能講信用卡 你講信用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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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張不是那個信用卡 那這張是那個 沒信用卡 沒信用卡 什麼叫沒信用卡 證明我這個人沒有信用 什麼銀行那麼過分啊 沒信用卡 發卡 我錢女友送我 感情上沒信用嗎 對 就之前分手的時候 他就拿了我這張信用卡 跟他換了這張沒有信用卡 所以我這張皮包裡面 就完全沒有信用卡 有夠麻煩啦 隨便你就不要提信用卡 就好了 總之我這個皮包裡面 一點錢都沒有 情感上也完全沒有信用 跟你講不用講情感上的事情 跟你講 你就把錢還給我這個可憐的單身漢 跟單身漢有什麼關係啊 還金啊 還金單身漢 夠無聊啊 講什麼閒笑話 什麼還金單身漢啊你 這樣可以嗎 你知道大致上是這樣的感覺 大概還有三分之二沒有講啊 對對對 段子很長 很長啊 不要再講啊 許羅好孤立無緣 你知道嗎 其實哈利非常想要加入 我們可以把他剃掉 我們今天非常謝謝三位來現場 跟我們分享你們的政績笑致完 謝謝 謝謝 謝謝惠玲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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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